在記憶猶行的泥沙颱風的和平電廠的電塔倒塌 到這次的大潭電廠的斷氣 其實已經顯示出我們台灣的這個蘇貝電網的一個脆弱 也更凸顯了我們整體的能源的政策跟電力管理 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個兩分鐘的意外就可以造成我們全台一片的企業跟恐慌 全民的恐慌 包括多少的廠商多少的店家多少的一般的我們的平民百姓 一瞬間我們的損失有非常嚴重的一個損失 所以在於一個毫無預警下的臨時限電的窘境 我們想請問一下現在的政府還有什麼立場 來談即將要來第三次臨時會的前瞻建設 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親民黨在這個地方呼籲行政院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經濟部長下台 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一個結果只是一個經濟部長去請辭獲准 那我覺得這樣的執政政府太過於便宜行事 那當然雖然民眾已經對於一個電塔倒了 只要公家機關關冷氣的中二內閣 失去了信心也沒有期待 但是行政院不要以為經濟部長請辭就可以棄居保帥喔 現在的內閣他的無能已經沒有辦法去應變天災之外 我們看到的卻又不斷的在製造人禍喔 所以如果民進黨不斷的在用愛發電 這個四個字不斷的在欺騙民眾 說真的這已經是從一個世紀大謊言 進階成一個世紀大笑話 ": 雷尾 雷尾 雷尾